我訂的那隻乳豬 星期三天真的可以拿的 如雪, 我叉燒餅 甚麼時候也比你拖 我幫著你 要來大便親朋 對了, 到底在那邊放這邊? 一場誤會, 安仔這麼小 怎麼會結婚 報紙那個是同名同姓 同名同姓?樣子也同了 難道安仔有個弟弟? 你一定是年輕人 把弟弟藏在外面 要不然你安仔一定是 奉子成婚 你怎麼不喜歡他?就這樣 臭丫頭, 你下次來 我找個鴨子來打你 以為不出街又沒那麼魚 原來沒有分別的 不是, 又有魚了, 家 婆婆, 姑娘 家, 姐 還開店? 不要開店了, 買了龍鳳鴨 金珠給媳婦沒有? 不要說了 甚麼不說?不說 現在都唱通街了 誰都知道了 話說回來, 我說得是半個媒人 別說也不說 連我的媒人都省了 家, 這次怎麼這麼好密 是呀 是多少位? 加拿大我很熟悉的 我帶一間酒樓 外父有份的 我打個電話過去就搞定了 是呀, 結婚照片拍了沒有? 現在的年輕人 真是結婚很禽青的 搞得寒寒寒寒 那就不太好 是呀... 是不是?有甚麼要幫忙的 儘管出聲, 我做得 是呀, 我來幫忙 有呀, 我想找雅藥 毒雅的姨媽姑娘去 有沒有 丙兒 安仔哪是結婚呢? 那段啟事 是阿Fionne貪玩亂燈的 甚麼? 人家的街外人 在這裡亂說二十四 你們自己人 都好像在這裡等看電影 吃炸糊 還送貓麵一碗 大哥, 爸爸, 怎麼這麼早下舖 當然早下舖 要不然被那些街坊的八婆抓住我 都抓死我了 湯小炳, 你別指望抓住我的拉孫 溫仔, 你慢慢來 事態發展到現在就非常嚴峻 訪問當事人前現如何 當事人請問你發展成怎樣 是呀, 最新的發展就是沒有發展的 你放心, 香港人是最事亡的 只要明天尖沙咀人拿跑 沒人記得你了 你不說話, 街外人只是這麼說 今天下午, 故事特地打電話來探討 連阿華都在公司打電話來 問他就真的結婚了 那個臭小子都肯打電話來了嗎 他只是藉口找你 不是呀, 他會去考試一百分 倆著話要跟我說 這件事也有點見識性 安仔, 幸好你是個男子 要不然底下這樣花了 將來就賺鬼架了 那你是不是索性信眾要求娶了他 不過Felon也不錯 連你也玩過, 海哥 樣子漂亮, 真是頭條 對那些沒那麼彈青的 那些就很不公平 對呀, 喜歡的就找個別人 非我 老婆這個提議真是非常好 好, 走 走 你試試看 我的頭髮都抖了你 旭安有沒有打電話 他家裡沒有人嗎 任他自把自為 是呀, 大媽 你認識了他這麼久 你知不知道他的家小子 我只知道他女兒做生意 這種人就拿了十個八個 做生意很廣泛 走私不定, 高利泰不定 或者任會也不定 安仔, 這樣你少點接近他 阿歡, 你也是 你們別嚇他 Felon做這種事 就不表示他一定是好壞 他是好性的 那就是代表他任性和自私 他當我朋友才這樣 不然他也在後悔 還不睡覺 那個傻子叫我教你摺紙學 好了, 摺好了, 看不看 這個是不是小鳥 不是小鳥, 這就是鶴 有人想念小叔 所以送給他 誰想念小叔 別問那麼多了 我們再接過吧 再接過 喂? 安仔, 是我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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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生氣嗎? 不是 伯母有罵你嗎? 我剛才打過很多次 電話又不通 我們拿起了我的電話 對不起 沒事 我們還有你的朋友嗎? 是 那你肯不肯跟我吃飯嗎? 道歉飯吧 我明天下午沒有空 明晚好嗎? 好啊 明天下班在公司樓下等你 好, 早點睡吧 晚安 好 麻煩你下午打聲十二分精神 不要再猶豫了, 知道嗎 知道了 所以過一次也嫌多了 還敢嗎? 設計又好, 人又好 客廠也很難 行…這頓就等我請 我預祝你一鳴驚人 好 電話沒帶, 先把電話 紀少爺, 記起好雞鋪魚 毒死你了 你也算陪了, 認識肥安這麼久 也不知道你家裡有迷 我怎麼知道 那女兒的聲音都不發聲 我初時為她小康的 不過你不是說 我撇她的時候 她總是揹著我的腳不肯放 現在吃回頭草也不會太晚 我打算一會開個假 給傳媒放些肩料給他們 反正她還有很多衣服在家裡 就招呼她上來拍照 正所謂吃得不太浪費 她給草你吃才行 她浪費十幾萬還甚麼 無非是想惹我 如果我肯用眼尾瞅她 她跪也跪不及走回來我 那些女人哪有廉恥的 少爺是你 你幹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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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這件衣服的意念是來自古羅馬的設計 至於顏色方面 我提供粉綠和粉茶這兩個系列 用來配合今年女士流行的鮮色唇膏 不知道張生和徐先生有甚麼意見 不如我們點茶喝吧 我先去打個電話 你們兩個跟我出來吧 你弄成這樣就別進去 對不起,Helen 你進去招呼客人 安仔,沒有一間公司 可以接受員工是這樣的 針據也不例外 Helen,我… 下午我會和你開會 我會 安仔 這麼早?我還以為有時間等 為甚麼你的臉是這樣的 你回去吧,我沒有心情 你還生氣嗎?我以後也不會這樣 我不再說了,你走吧 我知道我令你帶來很多麻煩 Uncle問我,手店的待客人說我 你在香港認識這麼多人 一定更快了 對不起,對不起 我只有你一個朋友 我不想沒有他,安仔 安仔 飛翔 爸爸 安仔 安仔,安仔 她姐姐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就認識Fiont 她自己本人就是在一間 Jungle的針織廠裡做Junior Design 但今天就被公司介僱了 等著問著,開燒立店 想和我董浩天做生家 無疑猶問,想送我女婿嗎? 為甚麼?人家不知道我是你的女兒 那段廣告我也沒有登爹你的名字 人家不是真的要娶我 我登了廣告才有趣 你為甚麼不是有趣 是呀…我特地要激過Marco 誰知道連累了安仔 你又做甚麼廣告?她是我朋友 朋友?你的朋友沒有他像樣的 是你覺得我不像樣的 你…你有做過甚麼像樣的事 給我看嗎? 安仔為甚麼會沒有工作? 你一定知道 他跟Marco Lam在一間日本料理那裡打架 因為Marco Lam想爆他和小姐的醜聞 敲燭槓 混帳 混帳 爸爸,我都說安仔是我朋友 你朋友,爭風嚇錯 無非都是因為你是董浩天的女兒 我都說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他從來都不知道我是有錢女兒 要查有甚麼難? 說不定是報個角,扯貓尾,合起來 爸爸,安仔是好人 他為了我連工作也沒有 我認為我真的很好 你真的想和我結婚嗎?不用說了 等等,我還有多少時間 還有十五分鐘就要開這個業務大會了 已經有十二位的股東 在職業中等著你了 為了你這個傢伙 連財英哥、六哥 也有就爸爸飛來開會 你知道這樣一來,公司又浪費多少錢 好,天朝一早,替我回去Herry 爸爸 你不用回酒店查看了 我會叫人都拿你走你過來 從現在開始,你不想離開這裡奔波 知道嗎?是 看著看 好 樂樂,為甚麼這樣你還不睡 爸爸,行侶 行侶?沒有了,你也沒有行侶 這樣吧,回去跟媽媽睡吧 去吧,過去睡吧 你呀,聽乳師情手 等下別弄自己乳師情手,知道嗎 神經病 待會兒 好 世紀閣室酒店 麻煩你,303號房,董小姐 請等等 謝謝 303號房的董小姐查出了 請問她有沒有口信留下 沒有 謝謝 謝謝 去哪兒去了? 我又壞了,這麼可惡 安仔 Vion,你在哪兒? 我在你家樓下的電話亭 我沒有帶車 你這床在電話亭裡很久了 你每個都不是說會落這麼快的 對不起,下午我心情不好 所以熱氣重了 我又回去找你的 為甚麼你心情不好 不是我自己而已,我不是想罵你的 安仔 全都是只有你一個對我最好的 是朋友,是這樣的 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明天還要回L.A. 這麼快?這麼突然? 天亮之前,我都無家可歸了 你這麼建議勇為,和我封眼 我突然很想吃豉油黃炒麵 滿夜三更哪會找炒麵給你吃 你敢不敢試試我的手勢? 安仔,那些炒麵真的是你做的嗎? 是啊,夠不夠味 你真的很聰明 不是吧?會做炒麵就聰明了 你也挺容易哄的 難怪 難怪容姨那些雞翼也哄到你了 我真的很笨 明天知道那個是壞人 明天知道那個是哄,也走過去 我會是感情濃過朱古力的 誰知道甜到苦,我以後都不吃朱古力了 你這麼喜歡吃東西,可以吃得了嗎 吃得偶爾更辛苦 你知道就好了,最辛苦的那個 始終都是自己嘛 安仔,我們是不是... 朋友啊? 我們當然是朋友 除了你,我沒有朋友了 一個都沒有 姐姐呢?我姐姐不是你的朋友嗎? 她從來都不知道我的事 不知道我是誰 做朋友應該坦誠一點 我想的,我想告訴別人 我更想告訴你 你有甚麼想說,就說吧 這張照片你笑得很開心 又有蛋糕 還拿著麗士風和雞蛋 我生日嘛 開派對嗎? 不是,一家人吃飯而已 每天都是派對 你們家人相處都很開心 我以為拍戲才有 你家人不好的嗎? 家裡有甚麼人? 爸爸 爸爸,一年見不到兩次 見面就讓他睡覺 我做了甚麼他都不滿意 他罵我,我又覺得不滿意 我們有很嚴重的代溝 現在多少點? 兩點三 五分鐘,我再給你五分鐘 他就是這樣跟我說話 對,他跟我聊天就像聊生意 他說的話就是命令 從來都不理會別人的感受 你爸爸媽媽是這麼煩的 那你就煩他回頭 臉孔孔,怎麼溝通 不如這樣吧 送一些東西給他 讓他開心 他要甚麼? 他有錢,甚麼都有 送禮物不是說錢的 是說心意而已 他喜歡甚麼? 開會,談生意,和吃煙豆 就送煙豆 我明天陪你去買吧 這個,請給我包給他 好 選了這麼久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煙豆也分了這麼多種 本來你也是爸爸 好像有自己也沒有來研究 我又不是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才吃煙豆 就讓我來研究 你不了解你爸爸 就不會說爸爸不了解你 我有時候真的懷疑你 究竟是多少歲 怎麼這麼老職 我已經二十二歲了 你以為你像這樣嗎 老職還沒生了,小妹 嚇人家 哪一個客人留下這本雜誌 當然是客人大頭蝦 這本雜誌可以買的 是嗎? 這個封面那個是誰 我認識他 他姓有的,叫錢拿 挺有型的 李天安在嗎? 我要見李天安 請問你是誰? 爹地, 你來了嗎? 爹地, 你來了嗎? 你真的來了嗎? 你就是李天安 叔叔, 你好 我不管你用甚麼方法 哄得我女兒這麼順利 但從現在開始 你不可以再纏著我的女兒 我不知道你是誰 不過你這樣說話就不對了 我兒子甚麼時候纏著你的女兒 你說 你用甚麼條件馬上開身 你… 爹地, 我不是你的生意 你太過分了 李天安… 李天安 李天安 走, 我不想見到你 你聽我說 你不是我爹地 你懂得尊重人嗎? 懂得尊重我嗎? 我爹地 沒甚麼事, 只是輕微撞傷而已 電腦素描很快會有結果 大致上應該沒問題的 好… 麻煩你, 醫生 翔哥, 是爹地磨 你別抓我 算了, 你也嚇到猛了 就算是打個和 安仔說得對 你真心的, 臉孔孔怎麼溝通 你又不對, 但我也有錯 安仔這麼說嗎? 安仔陪我買煙斗 教我送給你哄你開心的 他不像你想這樣 我們昨晚聊天, 聊通宵 安仔是唯一可以跟我溝通的朋友 他對我真心的 我不想失去他 怎麼在這裡? 你的電單車撞傷了 不知道緊不緊要 所以剛才我嘴巴回去說了些話 不過想下去又沒有說過甚麼 好嗎? 別這麼緊張, 看看怎麼樣 叔叔 翔哥, 翔哥剛剛睡了 他煙斗 是翔哥送給你的 我們很想看看翔哥 慢著, 我有些事跟你說 我董浩天 在商場上打工了幾十年 每天處理你的生意額數以千萬多 我公司屬下的員工過萬 我也可以管理得井井有條 所以每個人都稱讚我 是商業管理奇才 但是偏偏我就管不定自己的女兒 我做爹地這個角色真的很失敗 叔叔, 你別這麼說 還是開門見山說清楚 翔哥告訴我 他很喜歡你 如果你願意 我是LA的製衣廠 全權交給你設計 偏偏設計設計 你隨時可以上任 翔哥還希望你跟他一起回LA 你的意思是怎麼樣 那個甚麼人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儘管要他來跟我鬥去拍 我就教他好出身 婆婆, 你真是蚊腿和牛腿了 人家在LA 有整大間廠給安仔打理 年薪, 限定會過百萬 安仔到時候在那裡做兩年 就可以在Beverry Hills買一間大屋了 安仔, 你到時候真威風 安仔好, 想你一天有錢袋下袋 比重蠟燭 是啊, 這個機會真的很難得 董浩天在LA的時裝店 是全美國的頭三位 從來沒輸過 那個華人座Chiefy Sanna這個位子 真的這麼加勢? 我們豈不是全家發達? 是啊 阿海, 那你不用學電器了 叫安仔大氣歇你 給你一貫半職就行了 是啊... 那些我不懂的 做黃馬垮, 用不懂的 還有, 還帶著阿福 那就不用砍叉燒了 不用了... 砍叉燒不是很失禮 你甚麼時候走 別忘了我們半個妹妹的餐 是啊 走走走, 好好嗎?入序 一輩子都被人騎著 甚麼時候抬得起頭 你別胡說, 影響兒子 任由他自己想 你不想想嘛 安仔, 還沒輪到你去洗澡嗎 你這個柯哥老爸 進廁所就大半個小時都不出來 我去吹一下你 不用了, 媽, 我還沒睡 那就對了 我很悶, 上晚就聊天, 來 我沒想清楚 沒想清楚 坐下來聊天就想清楚了 現在是不是要審你了 其實你為甚麼這麼緊張 這件事不是說不能回頭 你以為我們不知道要回來家裡 媽媽也打開門口歡迎你 隨便你給家用, 我就收回你了 我知道你不是這麼試繪 傻子, 你現在真的長大了 過了生日就二十三歲了 陳太太的兒子跟你是童年 人家做了老爸了 是你老爸經常說你是女兒子 當你一輩子都長不大 我不是這麼想的 我很相信你 這次的事是你自己的終身大事 是你的前途 所以你要傷害腦筋自己想清楚 其實我一直只想 如果以後可以在大公司裡 就像以前的Cast裡做設計師 我就很滿足了 現在說整間廠的Chief Designer 還要是世界有名的 我想也沒想過 所以媽媽經常說 世事難預料 一世漏漏漏 一個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有甚麼志願 所以看東西不要看得這麼淺 我突然覺得自己 好像灰姑娘穿了玻璃鞋一樣 如果是, 你也是灰王子 是你 有一件事我想我應該提醒你的 錢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你要想清楚 就是你和Fianne之間的感情 你們是否真的合作呢? 是否真的可以一起生活呢? 這件事是你首先要考慮的 當然了, 你找到一個自己喜歡的人 大家一起生活 在其他方面, 每樣他都可以支持你 那當然是很理想, 很美滿 不過, 我愛的人 不是一件這麼簡單, 這麼容易的事 我知道 怎麼這麼適合的? 不是, 怎麼這麼漂亮的? 哪一對好呢? 還挺適合你 全部都喜歡 我整盤都要了 謝謝小姐 你全部都要了嗎? 不怕了, 我經濟封鎖已經取消了 那你戴不完了吧 戴不完就送給人 又可以送給Joyce 又可以送給美 是 誰叫阿美? 是大嫂子 她不是叫阿美 是嗎?不是一樣貪美嗎? 送甚麼給伯母、伯母呢? 不用了 那倒是, 還是比Cashy實際一點 這個錶很漂亮 我突然很喜歡古董錶 我覺得它很經典 主姐, 你戴得很漂亮 是嗎?那我要了它 謝謝 我幫你把舊錶 不要了, 你幫我扔掉就行了 好啊 我想看看那些鏈 那我過來這邊 好啊 你的錶很漂亮, 我很喜歡 給你 好啊 好啊 Joyce, 你說漂亮嗎? 好啊 安仔, 我今天這麼開心 為什麼你好像這麼不開心 沒事 你不用擔心 你欠銀行的錢 爸爸已經幫你結束了 我不是為了這件事 我想馬上回洛杉磯 我很想念Dicky 誰是Dicky, 你的朋友 Dicky是我家裡的西屍狗 我有半年沒見他 真的很想念他 不如我們明天飛吧 這麼快?我還沒收拾 不是不收拾 買個曬就行了 不好了, 機票都搞定了 等等 你的 我改了行程 首先我們會先去兩天 倫敦 然後去Paris 再之後再去Italy 再回洛杉磯 一個星期去這麼多地方 很頻朴 不會, 我經常都是這樣 坐第一步很舒服 你會去羅馬嗎? 很適合你 就是這樣才奇怪 去羅馬 但是我不開心 難道九虎仔真的說錯了 有人做六合彩也會不開心 舅舅說的也很順 但是我說有得就必有失 我現在才明白 那些明星被人包 原來不是這麼過癮的 那你也別這麼說 畢竟是過去做事 不過這個機會真是罕有了一點 這個機會真是嚇死人了 對了, 送給你的 什麼? 電腦磁典 是Helen叫我送給你的 徐先生的訂單我幫你接了 但是Helen說功勞最大都是你 還要是稱讚你的設計好 是嗎? 怎麼樣?有沒有想過回來幫忙 我聽他的口吻好像很想你幫忙 不要了, 免得又攪著你了 兩次大是不是這麼說 只要你想回來開句話就行了 我不介意幫你說一聲 你怎麼這麼多這些錶? 他送給我 反正你做事這麼久 都好像沒送過東西給我的設計師 楷姐, 如果那隻錶送給你 你將來會不會扔掉它不要的? 你不想送也不用這麼說話 我記得小時候 你送那隻冷鬼東南西巴給我 我都保證到現在 隔壁房的錶這麼漂亮 大落有感情的, 怎麼會扔掉 幹什麼? 都不同了嗎?我們是不是來錯了 不是的, 就是那間, 瓶瓶瓶 你忘記了嗎? 只是吃東西, 必須記住 那你不吃了嗎? 你以前不是很喜歡吃這裡的炒麵嗎? 是嗎?我又喜歡過嗎? 不是嗎? 以前來這裡吃東西 你都好像很滿足 真的嗎?不過以前說以前 我們想到去哪裡吃就好了 你…你不會想念以前的東西嗎? 有啊, 我又想著家裡的Dicky 不過想過以前的東西做什麼 計我說呢, 就想一下一會兒吃什麼 好, 想一下去倫敦玩什麼 想一下去Paris買什麼 還好, 是嗎? 走吧 喂, 怎麼了? 我突然想去深井吃燒火 不要了, 這麼晚了 明天早上機, 早點睡吧 那好吧 你不陪我上去嗎? 好吧, 我想回家 那你不想見到我一會兒嗎? 我們都玩了一整天, 我也很累 只顧著爸爸媽媽 陪著他們也對, 你明天就走了 走了之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來 那好吧, 晚安 再見 安仔 你怎麼了? 那我吧, 我上來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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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機場見了 媽媽, 大哥, 你怎麼睡覺呢? 回來了 媽媽, 一天心掛掛 要幫你收拾東西才安樂 媽媽, 不用了, 我自己來吧 你怎麼會呢? 說就說美國那邊買什麼都有 衣服就可以隨便收拾一下 不過有些東西你用慣用熟的 一定要帶著 還有些有感情、有紀念價值 那也要帶上去 其實我最想念的都是你們 媽媽知道你掛念我們 所以相簿都幫你收拾好了 看照片怎麼都可以剪刀的 這麼多? 蓉姨生日那晚 你也拍了四銅飛籃 覺得家人開心熱鬧 對了, 媽媽也挺重的 可能會過榜, 過榜很貴 既飛機貴, 既大選 大選很慢 慢就好 有些事你經常看, 看極都不到 看得心都掉了的時候 到了, 會覺得很開心 就會很珍惜, 這樣好 媽媽, 你真是很巧 爸爸, 怎麼了?你不睡覺 你醒了嗎? 爸爸和媽媽幫小叔收拾東西 吵著你, 不如過去跟媽媽睡,好嗎 好, 好 謝謝你 很乖 還醒了 媽媽, 你早點睡吧 好了, 早睡吧 早睡吧… 早睡吧… 很乖 對了, 你什麼時候上機 你要早點告訴我 看來現在開始 我就要煮多點美麗湯給你喝 我們要約著 舅父子、姑姑 大家聚在一起吃飯 他們都不捨得你走 說要跟你戰行 還有, 你爸爸已經在這裡說 要找個美麗湯給你抬著 做平安玉 媽媽, 如果我走了 你會不會想念我嗎? 不乖, 有什麼好乖, 真的 我不相信, 不會的 那就是了, 幹嘛要問 你早點回來, 我都要走 你這樣走了, 我一定會想死 不過你不用想念家人 我們每個人都懂得照顧自己 你最重要是用心做事 做人就要開開心心 那… 不是說要天天看著才好 有心就等他了 SCOTT Beyonne 怎麼這麼像? 我以為只有一個行李 你還瘦子? 有沒有行李 Beyonne 我已不曾理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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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你 기억嗎? 你很努力接, 你是心血 你的心血多一點 想說那天我偷懶 我不帶他們走, 遲些可以接過的 時間差不多了 你不趕我走, 我也要走了 你再說一聲, 我有甚麼小心 保重的說話 我會想你 那你呢?你有甚麼要跟我說 不要叫我保重 走快點, 讓我去 本來我也有點不開心 不過現在沒事了 謝謝你, 經常給我一個頭痕 走吧